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污衊她现在的老公 甚至她的奶奶 其实一件这样的惨案 是不是还要这样想办法去编尸编其他人 所以做蔡天峰昨天做了两节 第一就是歌颂人性的光辉 就是她的前夫 这些是否混蛋 跟她现在的老公的对比 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做 香港人 说回今天 今天听到 谭耀宗说这些真是开心到扑街 第一她说无关美国制裁事 事实上 不是你要做下去 而是习近平要换人 因为你这些旧电池 对整个局势 不得人心 最重要的 现在是要有另外一些人 华士 习近平 是每到一个年份的时候她就换人 你看到梁振英 一届要收堂 接着就看到什么 林郑月娥做尽了各种的事 当她有需要的时候 她都要踢走她 何况你唐耀宗 不要想多了 如果有得做你不做 你不为你 都为两个儿子 结果大言不惭 她两个儿子现在在澳洲被起底 所以他们回流回来 香港证明了他们爱国爱国 喂大哥 你老人千万不要说 因为前提就是 你两个儿子现在被人起底了 澳洲嘛 她两个在澳洲 你做人大代表 为人救病 我不理澳洲有没有制裁她 没有 但是你 现在来到这里 你保住你自己的 后续生活 喂 儿子 不行的 你爆了大祸 现在你两个移民到澳洲 已经被中国共产党钉住你们了 你们何况 你们在澳洲就是做移民生意 想办法 就是 令到中国人或者香港人 可以移民澳洲 提供一个途径 即是什么 即是你令到中国人走之 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大祸的 那么大祸怎么办 是的 那么大祸不如回来 如果中国政府要租救你 你真是一身散 潜台词 其实就是这些 因为之前起底的时候 已经说清楚 他们两个 即是他们的儿子 就是做从事移民的生意 就是帮香港人 帮大陆人走出去 基于这样的时候 被人踢爆了 所以 谭耀宗又没得干 如果你们再继续 很有可能 真是株连狗族 不如回来 拿回个爱国爱港之名 如果真是爱国爱港 做什么移民澳洲 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 好像我这样 多么爱国多么爱港 我没在香港 是不是 有没有说错 没有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真是明 又不是有压逼 大家都知道 你可以爱国爱港 但是当政权 压到你的时候 你迫不得已离开 这个大家明白的 但是你没有 而最重要的是 你老爸 是人大代表 结果人大代表 儿子就做了澳洲代表 今天回来也好 中国共产党 大量的职位招呼你 而更重要的是 你回来香港 有没有取消澳洲籍先 拿个护照出来 剪了它 接着宣誓拍片 取消澳洲籍 那就是爱国爱港 是不是 不是说 哎呀我回流了香港 我就是爱国爱港的嘛 香港 是容许双重国籍的地方 来的 多少加拿大护照的人 当年九七之前移民了 去外国 然后回来香港 买食 一样拿着香港新品证 是不是 你这些小把气 谭耀宗 不要玩 不过今天值得开心事的 就是 好了 一家团聚大湾区 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赞 追踪 分享 订阅课金 看广告 可以的话加入会员和比赛 所以要大家记得 拜拜